標準時間晚上十點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突然辭職 他領導的土環黨退出西蒙 國家元首委任他為過渡首相 韓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 增至800多起 8人死亡 中國疫情放緩 北京沒有新病例 本地新增一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 有多兩名確診病例康復出院 病危者有7人 政府全盤接受 跨部門檢討委員會改善 家世司法制度的建議 將携手夥伴制定改革措施 觀眾朋友晚上好 歡迎收看晚間新聞 馬來西亞政壇大震盪首相馬哈迪 宣布閃辭和所屬的土團黨 一起退出西蒙 執政西蒙政府瀕臨瓦解 馬國首相已經接受了馬國元首 已接受馬哈迪的辭成 但是他暫任過渡首相 新盟成員黨目前也在積極爭取他留任 公正黨在這同時也出現了大地震 宣布開除阿兹敏等親馬陣營大將 阿兹敏等人退黨宣布成為無黨派議員 有消息指馬哈迪的新聯盟 已掌握足夠的一席令阻新政府 但是分析認為裡面還有一些變數